立法會議員何君堯上午在屯門遇襲 助空受傷 情況穩定 警方拘捕一個男人 他和何君堯的兩個助手亦都受傷 參加月底區議會選舉的何君堯 朝早8點多在屯門啟封商場外擺街站 期間一個男人上前和他聊天和送花 我們要努力的啦 這一點 我們很有受傷的 是啊是啊 加不加以呢 我問你拍張照 是啊是啊 是啊是啊 啊啊啊啊 遇襲何君堯和隔壁的人合力祭服那個男人 欸 何君堯 了啊 何君堯 你這個人渣 何君堯坐凶受傷 被送到屯門醫院 何君堯你情況怎樣啊 覺得怎樣啊 他留院接受手術,初時以為是皮外傷 他之後再交代,引述醫生說 胸圖落刀的位置是心臟 幸好被勒骨射了力 就會致命的受傷 他輕掌到醫院探望 說何君堯在元朗721襲擊事件之後 受到威嚇,並並請了保鑣 這些特襲很難防止 幸好今天有保鑣 可能真是很嚴重 你看那個武器,那把刀 實際上是致命的 在我的角度 其實這個是意同為責 何君堯兩個助手亦都受傷 一人手指手間受傷 另一人胸部中了一刀,已經治理 至於涉嫌施襲的男人亦都受傷送丸 事發之後,警方一度封鎖現場 何君堯說 區議會選舉候選人受襲 競選氣氛已經不公和失去秩序 形容這一日是區議會選舉黑色的一日 無線電視記者,陳金報告